他是国家二级保护废物 只因打架太过勇武 他从来不会记仇 有仇当场就会出手 他叫做蜜欢 人送外号平头个 他平头白发银披风 一生都在征战中 明明只有30厘米的身高 却有着30多米的气场 他走路带风 昂首挺胸 不服就干 生死看淡 屡不战三婴 愤怒二打击 大哥就是这么忙 全凭他把防御给加满 由于他的外皮韧性贼强 皮肉又是分开场 相当于开局就穿着水银鞋上场 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 敢在钢肠科主任面前撬尾巴的 而他的魔抗也是不一般 其他动物静而远之的毒蛇 在他眼里就是根辣条 如果不小心被咬中 毒液在他身体中 也只能起到安眠药的作用 只用睡上一觉又能欢快的行动 由于他的眼睛是凹透镜原理 所以看谁都会变小那么几分 这也恰好能把愣头青的精神 发挥到极致 就像这条蟒蛇做梦也想不到 本来自己正准备吃饭 可一会儿后 自己却变成了他的午餐 这好战的迷幻 你想不想对个战